问你们一个问题,你们最长时间是多久没有剪头发? 一,可以告诉你们,我最长时间有多久没有剪头发? 就是在今年发生的,因为疫情的原因,自己不能出门,而理发店也大多都没有开门, 等到理发店终于开门了,工作又比较的忙碌,有将近五个月都没有剪头发了。 在剪头发的时候,你们见到过什么有趣的事情吗? 在国外就有这么一件有趣的事情,有一只小鹿撞破了玻璃,冲进了发廊里面, 当时网友在看到这件事之后都表示,店老板肯定很想问问这只小鹿, 想要趟个头吗?这是怎么一回事呢?我们一起来看看吧! 在国外的很多人都是喜欢安静的,因此大多都会把家给搬到山上举住, 这样就会发生一些有趣的事情,那就是野生动物不小心闯进居民的家里, 这部在一个发廊里面,女理发师正在认真地为顾客剪头发, 这个时候只听到一声巨响,有一只小鹿把发廊的干化玻璃都给撞破了, 然后这只小鹿就冲进了发廊里面,当时店老板还有顾客都被吓了一跳, 想必店老板肯定很想问问小鹿,要胖个头吗?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,我们下期再见!